一模不拔 叫Bubble出去玩 寶寶, 出去玩好不好 是姐姐 寶寶, 你到底在做甚麼 你別嚇我 我在想一篇作文 是甚麼作文 是寫我們媽媽最大的特點 但她又餓又囉嗦 我也不知道她最大的特點是甚麼 媽媽的特點很容易寫 她最大的特點是一無不拔 甚麼是一無不拔 趁媽媽現在不在家 那我就說個一無不拔的故事給你聽 你聽著吧 在古代, 有個富翁 大家也叫她陸叔 但她為人很孤寒 老爺 做甚麼 我的飯裡面一點菜都沒有 很難吃 你想吃菜 那就嘗嘗這個 鹹菜? 沒錯, 是鹹菜 鹹菜也好 有得吃就可以了 誰說給你吃的 這些是給你看的 就像望迴紙渴一樣 你太過分了 你快點給我 給我… 鹹菜掉了 真的很好吃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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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自己沒得醫 就睡不著了 老爺 老爺 你聽我說 我死了之後 拿點無用的紙 分給拿紙來吊然的親戚 我死了之後 不用用端在你撞我 挖個坑 埋住我就行了 我死了之後 不用請和尚來唸經 我在忘泉之下 自己會唸經 我死了之後 死了之後 把我的皮膜下來 賣給皮象 把我的毛 全部拔下來 賣給整賊的人 你一條都沒有跌 叔叔你幹什麼 叔叔這是什麼意思 舉起兩隻手指 還有兩個想見的人 叔叔你想說什麼 叔叔 有兩條燈心 我知道了 盞油燈有兩條燈心 我們一起點獎 他要我點一條就夠了 一無不拔 就是形容人們 又孤寒又小器 就像我們媽媽那樣 對呀 你們在那裡說的是誰 媽媽 我們不敢了 你找一條燈心 對呀 他沒用 就像她的燈心 你是可以 我怕甚麼 好快 好快 你怕什麼